CINDERELLA SHAYM! Wait JASMINE I just wanted to say goodbye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雪莉姐的說科系時間 相信很多人都有看過迪士尼動畫吧 但是你們知道嗎 其實很多動畫都有出續集 像是花木蘭的出了兩集 仙女奇緣出了三集 小美人魚也出了三集 你不知道吧 反正我問了很多人之後才發現 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小美人魚有出第三集 因為我整個太shock了 所以我驚訝到決定來做成影片來分享給大家 就是簡單的跟大家講講這個續集發生的故事 好啦所以我們今天要來Holy Share就是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們頻道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超多厲害的獎品和玩具公仔 等著你們抽喔 首先呢第一個要來講的就是 小美人魚 說到小美人魚 大家最有印象的應該是第一集吧 那在迪士尼公主系列中 這部算是非常紅的動畫 那第二集 小美人魚2重返大海的故事 就是艾莉兒跟Eric王子 生了一個女兒叫做Melody 那這個Melody長大之後 因為爸媽不准她接近大海 所以她就跟父母吵架之後 就離家出走了 反正呢就是跟他媽一樣任性啦 然後遇到了第一集反派 烏蘇拉的妹妹莫吉娜 相信我 我知道你感覺如何 我小時候看到這個畫面 我一直以為是 烏蘇拉沒有吃飽 然後就是整個小瘦 就覺得好可憐喔 然後長大之後才發現 她真的很可憐 因為根本沒有人記得她 現在都只知道烏蘇拉吧 誰會知道莫吉娜是誰啊 那之後呢 莫吉娜為了要取得Melody的信任 就幫她實現願望 把她變成一隻美人魚 然後叫她去偷國王的三叉戟 -你可以轉我在女兒嗎 -吃雞蛋糕 -我是女兒 -說得開 -我是女兒 那因為艾莉兒很擔心自己的女兒闖禍 所以就請國王把他變回美人魚 讓他回大海找Melody 而且在海底還遇到當爸爸又發福的小筆沐魚 真的是蠻可愛的 但是呢在找到Melody之後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Melody已經把三叉戟給莫吉娜 但這時可惡的莫吉娜卻過河拆橋 想要把Melody封在洞穴裡面 然後強迫大家跟他下櫃 這時Melody才發現自己做錯了 所以他就偷偷的奪回了三叉戟 丟給自己的阿公 最後阿公一個發飆 就把莫吉娜封印在冰塊裡面 讓他跟烏蘇拉的話沉入海底 那這一部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對於這一部動畫的印象 其實停留在 沒有妳的睡衣真的很醜 呵呵呵 她這麼一個公主怎麼可以讓她穿成這樣啊 就是很沒有特色 沒有一個記憶點在 不過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她有出第三集 因為我知道有第三集的時候 我也是整個下巴快掉下來 再次來說小美人魚3回到當初 應該算是小美人魚的前傳 因為她在這個裡面 就是在講愛麗兒小時候的故事 有一次國王送給愛麗兒的媽媽一個音樂盒 但是之後愛麗兒的媽媽 為了要拯救音樂盒 所以被海盜船壓死了 看到這邊我只覺得 國王的臉很吃汗 果然是熱戀中的男生 然後因為國王傷心過度 禁止王國出現音樂 那在十年之後 愛麗兒長大了 遇到了小比目魚 然後偷偷跟著他 來到了地下音樂俱樂部 驚喜的是國王的大臣 塞巴斯丁也在這邊表演 走天愛麗兒還把姊姊們都一起帶來玩 媽媽會愛這個 對 你最棒的 那接下來的劇情就是 小美人魚的家教為了要成為 跟塞巴斯丁一樣的大臣 所以就跑去跟國王告狀 讓塞巴斯丁跟整個樂團都被關進監獄 所以那個家教就很順利的當上了大臣 同時愛麗兒跟姊姊們都被國王禁阻 然後氣噗噗的愛麗兒就在晚上 偷偷釋放了塞巴斯丁跟樂團 然後跟著他們一起離家出走 不過在路上呢 愛麗兒發現爸爸之前送給媽媽的音樂盒 所以他就決定要拿回去還給他爸爸 希望國王可以禁止音樂出現的這個想法 -我必須要把這個帶給他 但是在回家的途中 家教又出現了 這個可惡的紫色家教就想阻止他們回去 在打鬥的過程中 他把愛麗兒撞飛 剛好這一幕就被國王看到 那氣噗噗的國王就把家教關進了牢裡面 然後因為被自己的女兒感動 所以就恢復了音樂 還讓塞巴斯丁變成大西洋的海底御用音樂家 看完我只覺得反派真的是一個很鬧的設丁 因為他是一個家教耶 而且他的戲真的是超多的 然後他整天打扮著花枝招展想要誘惑國王 根本是想要當皇后吧 雖然說第二集跟第三集比較沒有第一集那麼有趣 然後音樂也很普通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第二集還算OK 第三集就真的 那接下來要來講的就是 也是很多人不知道 花木蘭出續集 然後我就會問我朋友說 你知道李翔在第二集死掉了嗎 然後他們就 反正這個續集呢 我就覺得他是 少數蠻有趣然後蠻好笑的動畫 那故事的一開始就是很基本的 迪士尼唱歌套路 然後花木蘭就是一邊教小孩練舞 然後一邊唱歌 搞得很像歌舞劇 然後接下來就馬上簡單的帶過 李翔跟花木蘭求婚的劇情 欸 可是說不定不是在求婚 他只是李翔要問他說 你要跟我在地上打滾嗎 然後花木蘭就說 要 他這樣說 這樣子耶 好啦 重點來了 打滾完之後呢 他們兩個就馬上收到了皇帝給他們的任務 要求他們在三天之內 護送皇帝的三個女兒 到氣谷去跟他們的王子結婚 以避免強大滿足的威脅勢力 如果任務沒有完成 蒙古族就會入侵中國 所以他們就帶著第一集的 阿寧 阿瑤 跟金寶 一起護送公主們 而且我一直覺得那個粉紅色公主的頭 很像一個牛角麵包 哦 沒錯 給我一次 給我一次 但是在之後呢 就在這個短短的三天之內 三位公主都各自愛上了這三位士兵 是不是超級扯 一個就算了 三個一起愛上了怎麼樣 穆蘭 它是愛 我每個人都幫你們都很開心 這個超扯的劇情 馬上就讓慕蘭跟李翔吵架 因為慕蘭支持公主們找到真愛 但是李翔卻覺得要聽皇帝的話 讓公主們嫁給沒有見過面的王子 以維護國家的和平 然後隔天一行人就很尷尬的繼續上路 在路上還遇到了強盜的突襲 在一陣混亂中李翔就掉下橋了 那之後花木蘭就想說李翔都死了 不如就犧牲自己去嫁給氣骨的大王子 也能讓三對熱戀的情侶幸福 但是通常要準備結婚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突然開門說 沒錯 李翔出現了 他沒有死 李翔就在大家的面前搶回花木蘭 -你活了 -我沒讓你結婚了 然後聰明的木須也偷偷爬進金龍的嘴巴 假裝顯靈之後 欺騙氣骨的國王 放走木蘭跟三個公主 然後也順利的保住了國家的和平 其實這個動畫裡面還有很多很搞笑的片段 就是蠻可愛的 雖然說他的劇情評價沒有第一集那麼好 但是呢 我覺得跟我等一下要講的比起來 真的是好太多了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的動畫就是 仙旅奇緣 那第二集的仙旅奇緣2美夢成真 其實是三個故事組成的 但總結都是在說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那第一個故事就是在說 仙杜芮拉和王子結婚之後 國王就要求仙杜芮拉學習皇家的規矩 跟公主禮儀 但是久了之後 仙杜芮拉就發現王子愛的是原本的他 所以他就決定做回自己 並由自己的風格舉辦了皇家舞會 沒想到這個打破傳統的方式 反而讓國王很滿意 是不是有點無聊 那第二個故事就是老鼠傑克 因為覺得仙杜芮拉變成公主之後 就不再需要他們 所以他就請神仙教母讓他變成人類 這樣就可以幫助仙杜芮拉 但是變成人類以後 還是幫不上忙 甚至是越幫越忙 而且還驚嚇到國王騎的大象 而大象怕得只有老鼠 所以傑克又再次請神仙教母 把他變回老鼠 最後終於以自己的原本樣子 幫助了灰姑娘 印象最深刻就是第三集 第三集就是一個關於姊姊的愛情故事 有一次仙杜芮拉舉辦了皇家舞會 邀請全鎮的人參加 兩個姊姊聽到消息之後 也決定盛裝打扮去參加舞會 但是沒想到安泰西亞卻愛上了麵包師傅 但是很討人厭的崔梅恩夫人 卻不准他們在一起 所以仙杜芮拉決定幫他一把 教他打扮讓他有自信去邀請麵包師傅 擔任舞會的男伴 但是這時塔瑞恩的媽媽又出現了 - 安泰西亞 - 怎麼敢打扮我 不過這次安泰西亞決定反抗母親 為自己做決定 追尋自己想要的幸福 真的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好 接下來要來講第三集了 其實正確來說第三集才是第一集的正宗續集 那故事大概是在說灰姑娘跟王子結婚的那一晚 安泰西亞在湖邊發現了神仙教母正在施咒 但因為神仙教母太嗨了 嗨到魔法棒不小心飛到安泰西亞面前 然後他就把他偷偷的帶回家 - 我們的麻煩已經結束了 - 糟糕了 不過神仙教母當然還是追來了 在一陣搶奪戰之中 安泰西亞不小心讓神仙教母變成雕像 之後崔梅恩夫人就施咒 把時間倒回公爵來找玻璃鞋主人的那一天 然後崔梅恩夫人事先將仙杜瑞拉鎖在閣樓 然後把安泰西亞的腳變成玻璃鞋的尺寸 順利的讓他的女兒進了皇宮 然後仙杜瑞拉為了要阻止這件事情 還假扮成應徵皇宮的服屬女優 但是就當仙杜瑞拉遇到王子的時候 崔梅恩夫人還用魔法迷惑王子 讓他忘掉仙杜瑞拉 不覺得很像什麼八點檔劇情嗎 就是很像女主角被車撞然後失憶 然後男主角就跟別人的女生結婚 然後他婆婆還對那個女主角很壞這種感覺 好啦 反正經歷一番波折之後呢 老鼠們就告訴王子真相 因為他被施了魔法所以忘掉了灰姑娘 在王子醒悟之後決定要娶仙杜瑞拉 - 伴侶女? - 這... CINDERELLA? - 這... - 這... - 她的... - 我得找她 - 謝謝 但是踏進婚禮現場的雖然是仙杜瑞拉的外貌 但其實是崔梅恩夫人用魔法強迫把安泰西亞變成仙杜瑞拉的 然後就在我要說我願意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覺得又有人要開門阻止了 沒有 因為門本來就開的 - 我... - 沒... 其實是安泰西亞因為發現這個世界還是有很多溫暖的人 而且隱瞞身份跟王子還有國王相處 讓他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所以決定要表明身份把新娘的位子讓給仙杜瑞拉 唉...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失散的崔梅恩夫人氣噗噗的想要把他女兒跟仙杜瑞拉變成蠢 對面長夠醜了還把他變成蠢 這很壞耶 這時候帥氣的王子用劍抵擋魔法 還讓魔法反彈到崔梅恩夫人那邊 所以... Happy Ending 醜陋的殘處 這一集是不是超級精彩的 但是仙女奇緣2真的是 OK那接下來要來講的就是 阿拉丁的續集 《甲方復仇記》 你們知道阿拉丁在這一集 接續第一集的結尾 阿拉丁和茉莉公主一起過著幸福的生活 但是在某天的晚上 阿比莫帶著一群強盜闖入了阿格拉八城 抽了大量的金銀珠寶 不過在阿拉丁跟他們一番打鬥之後 順利的躲了回來 而就在這個時候 鸚鵡愛格也成功的從神燈逃了出來 雖然賈芳要求愛格也把他放出來 但是鸚鵡真的受不了他的命令跟唠叨 所以就把他丟進水井裡面 氣他而去 接下來鸚鵡就飛去找阿拉丁 請他收留他 但是阿拉丁還是不願意相信鸚鵡 正想要把他抓起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了前來尋仇的阿比莫強盜 就在阿拉丁要被殺死的時候 鸚鵡挺身而出救了阿拉丁 於是阿拉丁就收養他 帶他回宮 謝謝你的幫助 你救了我 那被打敗的阿比莫強盜 離開之後來到了水井 不小心就撈出了神燈 真的是有夠不小心 然後又不小心 召喚出長得超醜的賈芳精靈 於是兩個人就決定 攜手去對抗阿拉丁 - 首先你會幫我 把那些街霸的名字獲得 - 阿拉丁 - 阿拉丁? - 我也想要他! 到了阿格拉巴之後 賈芳趁機抓走了精靈跟阿布 把他們鎖起來 之後又把國王阿拉丁 還有茉莉跟摩坦關在地牢 並捏造阿拉丁殺了國王 然後宣判他死刑 - 傑斯麟 - 我只是想要說再見 - 街霸王 - 傑華 不過鸚鵡偷偷潛入了地牢 打破了封印精靈的玻璃球 並釋放了所有人 然後就在阿拉丁插點頭被砍掉的時候 精靈就衝過去救了他 - 謝謝你救我 之後為了阻止賈芳這個大壞蛋獲得自由 阿拉丁差點被岩漿燒死 不過這個時候鸚鵡又出現了 他原本要把神燈丟入岩漿 讓賈芳跟著神燈一起被燒毀 但是卻被賈芳重擊昏倒在旁邊 就在賈芳快要把大家殺死的時候 鸚鵡用最後的力氣把神燈踢入岩漿 順利的消滅賈芳 看完動畫我覺得這個片名應該要叫 - 賈芳復仇祭之 - 的背叛 他真的是背叛賈芳 然後救了大家很多次 好接下來阿拉丁的第三集 就是阿拉丁和大道之王 劇情大概就是在說阿拉丁 跟他從未見過面的爸爸相遇的故事 故事的一開始也是很八點檔 就在阿拉丁跟茉莉要結婚 準備說出我願意的時候 大象衝了進來 然後破壞整個建築搞得像地震一樣 反正就是因為 四十大道為了要偷東西 所以故意讓大象來鬧場 然後這群強盜就趁亂偷走皇宮裡面的寶物 就在首腦找到魔杖之後 被阿拉丁及時阻止 沒讓珍貴的魔杖被偷走 然後魔杖這個時候就顯靈 告訴阿拉丁說 原來那個剛剛偷魔杖的人 就是他拋家起司的爸爸 然後阿拉丁知道之後呢 就決定去找他 所以就跟著摩坦 還有阿布還有鸚鵡就上路了 找到爸爸的時候 還看到摩西分海的場面 接著到了四十大道的本營之後 發現爸爸就是傳說中 四十大道的首領 他們正因為首領沒有拿到魔杖 想要處罰他 就在有金剛龍爪子的反派 想要傷害首領的時候 阿拉丁就衝出來救了他一命 和爸爸相認 之後阿拉丁就把爸爸帶去王宮 跟國王還有茉莉公主認識 然後就在他結婚的時候 又有事情發生了 金剛龍反派陷害阿拉丁的爸爸 害他被國王抓入地牢 但是孝順的阿拉丁就在晚上 打扮成爸爸的樣子幫助他討遇 然後鸚鵡也陪著爸爸來到了大本營之後 所有人都打算殺了他 但是這時候爸爸為了保命 就說出了大家都想知道的藏寶地點 因為那邊有著一個米達斯之手 可以讓觸碰到的東西都變成黃金 所以大家就把他爸爸綁在船上 一起前往那個神秘島 這時候鸚鵡趕緊飛回去高知阿拉丁狀況 所以阿拉丁又為了拯救老爸再次出動 然後在神秘島上救了爸爸之後 跟他一起去拿米達斯之手 但是窮追不捨的金剛龍又追來想要搶奪那隻黃金手 聰明的爸爸一個拋讓反派接觸了黃金手 但是也因為反派握錯地方讓自己變成了黃金 這幕真的是超級經典的 那之後又是Happy Ending的結婚場景囉 其實看門整部動畫會覺得他有保持一定的水準 不會因為他是續集就隨便亂做的感覺 那今天的故事就先說到這邊 因為真的是太多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了 但是因為又怕片長太長大家看不完 所以我們就打算做成兩集 那以上的動畫續集你覺得哪個最精彩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鎖定第二集 最後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去抽電影票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